6月5日时时30分到42分 12分钟的防空警报在重庆全市同时拉响 民众向抗战期间在重庆大轰炸中遇难的同胞表达哀思 二战期间清华日军为动摇国民政府及西南大后方民众抗战意志 对重庆持续进行6年10个月无差别轰炸 轰炸造成重庆逾32,000人直接伤亡 6600人间接伤亡 史称重庆大轰炸 为纪念在重庆大轰炸中遇难的同胞 重庆市政府将每年6月5日定为防空警报市民日 自1998年以来 每年6月5日 重庆都会组织全市防空警报市民放 悼念在重庆大轰炸中遇难的同胞 并警醒市民勿忘立誓 在重庆市渝中区较长口 当地一辆民房工作车早早的停在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 时时30分防空警报准时拉响 在12分钟的防空警报声中 重庆社会各界民众依次向当年在大轰炸中遇难的同胞表达哀思 虽然这个战争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但是日本侵略者对我们重庆人民的轰炸和灾难 造成我们重庆人民的还是以一个坚强的意志力来抵抗外辱 我们每年都在这里来举行追悼的仪式 来纪念和追悼的死亡同胞 我们是希望真爱和平 希望战争不再爆发 我们到这里来进行一个悼念死去的亲人们 不忘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不忘过去的国耻 活动当天 当地民防部门在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广场 举办了防空防灾知识宣传活动 播放重庆大轰炸真实影像 组织市民学习防空防灾知识